北京时间8月28日,2018年亚运会继续进行,在晚间的女子标签决赛中,中国名将刘诗颖以66米09的成绩获得金牌。 这一成绩已打破了亚运会记录,中国另一位选手旅会会发挥见家,仅以63米16的成绩获得亚军。 女子标签此前并不是中国前进的传统优势项目,我们在奥运会历史上,从未获得过奖牌,在世锦赛历史上,也许有徐德迈在1991年,夺得过东京世锦赛标签冠军。 此后的十多年中国女子标签不温不火,但那是男子标签的赵庆刚在2014,得人穿亚军会一头成名夺得冠军。 不过进入2017赛季,中国女子标签突然崛起,在伦敦市锦赛中,李灵伟和吕卉会分获要终合继军。 肖像刘诗颖也获得了第八名,2018赛季,吕卉会更是迎来大爆发,5月在德国哈勒举行的投掷大奖赛。 吕卉会以67米69的成绩,打破自己保持的亚洲记录,5月到7月的两个月时间里。 他又先后在钻石联赛上海战,钻石联赛奥斯陆战,钻石联赛俄敦战修过的二卦里亚,几分榜排名第一闯入年中总决赛。 93年出生的刘诗颖近两年成绩提升很快,今年5月,刘诗颖在国际田林钻石联赛大板战中,他就以67米12的成绩夺冠,刷新个人最好成绩, 也让大家对中国亚将的表现充满了期待。 刘诗颖第一头非常不错,66米09的成绩让他排名第一,吕卉会第一头投出62米57排名第二,第二头刘诗颖的方辉依旧出色,投出65米15的成绩,而吕卉会没能过60米,只投出59米25的成绩。 吕卉会的第三头,依旧没有投出太好的成绩,成绩就只有60米62,刘诗颖的第三头依旧发挥高水平,65米39的成绩,让他三轮成绩都能排在第一位。 第四头,吕卉会依旧只有60米72,但赛季出色的吕卉,会使用没能突破15米,第五头更是发挥在先。 第六头,吕卉会背水一战,最终投出63米16,依然没有超越刘诗颖,最终刘诗颖获得金牌,吕卉会会拿到银牌。 第七头,吕卉会背变了一条。 第七头,吕卉会背变了一条。 吕卉会背变了一条。 吕卉会背变了一条。